大家好 欢迎来到MAS学院 上节课呢 我们已经学到了我们的常量 什么是常量 包括常量的定义 以及我们常量的一些相关知识 那还剩下一点内容 就是我们的魔术常量 那这节课我们来看一下 有哪些魔术常量 那首先来看一下 这个魔术常量呢 在这给大家列了 第一个 有下游线下游线的LAN 得到文件中当前的一个行号 第二个 还有一个下游线下游线的File 文件的完整路径和文件名 在这块需要注意 我们这个得到这个文件的完整路径和文件名 如果说要是用在被包含的文件中 则返回是被包含的文件名 这一点需要注意 那第二呢 我们需要注意 自我们的P2P4.0.2起 我们这个下游线下游线的File 返回的是一个绝对路径 那之前呢 返回的都是相对路径 首先先看一下这两个 比较简单 下游线下游线的LAN和File 魔术常量 Test 小游线3 或者是Magic Constructs 第一个得到当前的行号 那现在你来看 我在这写到这了 我把这个小游线小游线LAN 写到这个位置上了 那现在应该返回的行号是几 对 无 我们来运行一下 得到的是5 那接着你再敲几个回车 你看到 现在当前的行号 是不是和这个魔术常量 所写的位置有关呀 对 它应该返回的是9 你看到9 没问题 那再来写一下 这是得到当前的行号 那第二还可以得到 当前文件的一个绝对路径 我们来试验一下 应该返回的是什么呢 刷新 来一个水平分割线 你看到G盘下的 Math下的 Mathedu P2P4 Demo下的这个文件 完整路径加上这个文件的文件名 这是我们下号线下号线 File 来得到的 那接着再往下 还有哪些呢 看到在这里边还给大家列了这么多 有下号线下号线的function 那这个呢 需要等我们学到函数的时候 才会用到 它是返回函数的一个名称 在这儿呢 也写了一些注意 大家需要看 那自我们的P2P5起呢 这个常量返回的函数 被定义式的一个名字 也就是我们函数的名称 它是区分 它要写的 而在我们的P2P4的时候呢 它返回的总是小写的值 这是第一点 那第二点呢 这个函数呢 只能这个下号线下号线 Function呢 这个魔术常量呢 只能等我们讲到函数的时候 才会用到 同样的以下这几个呢 也是 像下号线下号线的class 返回类的名称 也是默认的 是区分 它要写的 在P2P4中呢 也是小写的 还有一个下号线下号线的 Method 它呢 也是返回类的方法名 区分它要写 是P2P5中新增的一个 魔术方法 魔术常量 那再往下 还有一个下号线下号线第二 这个呢 我可以带着大家来测试一下 它是返回文件所在目录 同样的需要注意 如果要是用在被包含的文件中 它返回的是被包含文件所在的目录 这也是P2P5.3.0中 新增的一个魔术常量 好 那接着先来试验一下 这个下号线下号线第二 通过这个常量的名字呢 你能看到 返回的是这个文件所在的目录 就是没有了我们的这个文件名 你看到在这去掉文件名之后 是不是就是它所在的目录部分 对 没问题 以后呢 我们会用到这个魔术常量 接着再往下 还有两个 大家简单了解一下就可以 第一个 下号线下号线的treat 那这也是我们P2P5.4.0中 新增的一个 它返回的是一个treat的名字 区分代表写 同样的需要注意啊 这个名称 包括其被声明的一个作用域 这个呢 等我们讲到这个面向对象的时候呢 就会给大家讲到这个treat 也是新增的一个 包括下面这个命名空间 namespace 它是返回当前命名空间的一个名称 也是区分代表写的 它也是在我们P2P5.3.0中新增的 但这个常量呢 是编译时被定义的 所以说这一块 等我们讲到那个面向对象的时候呢 再带着大家来看一下 这些魔术常量是如何来用的 那在这里呢 首先就需要注意 用的是哪些呀 就是用的是我们的file 包括lan 还有一个dr 这三个现在大家能用到 那有了这三个之后呢 我们再来测试一下 来看 这时候我就可以再定义一个常量 还记得通过谁来定义常量吗 对 通过可以通过define来定义一个常量 写成一个root 根路径 根路径是什么呢 我可以写成一个 下游线下游线的dr 这样定义也是可以的 其实就是一个等量带换的过程 把这个常量的值放到了这个位置 作为我们root的一个值 那接着你echo一下root 来看一下 是否能得到我们这个值 刷新 你看到 得到了 没有问题 那下来之后呢 大家测试一下 这三个魔术常量就可以 以后的 等我们用到的再说 好 那这节课呢 我们就上到这里 感谢大家的收看 感谢大家的观看